大家好我是皮特寶寶寶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呢 啊沒錯這是第七百集啊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的YT 他都有一點在稿勢 我的影片都下來不下來 不然的話其實我七百集是蠻想放我們的 日月列建交 日月建交G的那一集啊 可是沒有辦法 不過沒關係我們也來看一下主月的狀況吧 好歹他也是曾經的戰神嘛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就來吧 主月啦 我們之前看過主居的樣子是可以玩對不對 可是那也是11等以後的主這個事情 不過其實在主居之前呢 更噁心的呢叫做主月 對只不過呢 因為在PV面實在強化了太多次太多次的小兵了 導致組合的成長已經追不上小兵的成長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今天11等之後的組合 有沒有辦法給他撐上去吧 然後上次我要更正一下 原本我以為組合還有那個每50COMBO 有減少10COMBO的傷害 很像是在某一個版本就不見了對不對 下面有觀眾蠻多留言都有留到的 我竟然完全忘記這件事情欸 哈哈哈哈 好啦不管有沒有啦 其實主居還是可以 可是說可以呢 他也沒有說到230回合那麼的噁心 到10幾回合而已 而且我也是配上12月 那其實我還是用日月就好啊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主月呢 對11組合配上12月 好啦你要叫組合叫連擊叫COMBO都可以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就叫他組合骰啦 之前就叫他COMBO骰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就來吧 那為什麼現在會PO出這一隊呢 因為我覺得下一次更新的地圖 說不定組合就會起來了 因為我個人真的還蠻喜歡組合起來的樣子啦 當然是主月啦 其實主居那個時期 我就不是很常玩主居就對了 但主月的話 玩起來就會非常非常的香啦 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因為下一張地圖呢 可以增加骰子出現的機率嘛對不對 我這個時候呢 應該就是要把組合放在最左邊 把召喚放在最右邊 這樣子的隊伍呢應該會是到最香的沒有錯啦 不過也要懷疑啦 那個地圖呢 會不會連合成這件事情都有 還是說僅此只有召喚呢 如果只有召喚的話其實還好 如果連合成都有的話 可能玩法就會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他的機率到底是多少 也不知道 他的機率會影響說這張圖到底好不好用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主月的狀況吧 我們先言簡意乾一下發現啦 我覺得我這次玩的其實沒有到很差 除了combo數有那麼一點點偏地以外 因為對面是陰陽在空前啦 不然的話這一次的運氣 其實沒有差到哪裡去 因為我們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還是有到9combo啦 其實正常而言的話 其實這時候最少最少 應該要到15combo才對啦 其實有那麼一點虧 當然啦也有人說可能要帶成長啦 但是 我覺得玩組合最標誌的就是 不帶成長 因為組合就是來比大力 比大力就要打到最後面 打到最後面的話 帶成長就會提早卡骰 就跟核彈帶成長是一樣的道理 你知道嗎 核彈就是因為等級 不過才需要帶成長 前面要靠星數給他撐下去 那我現在既然等級 我覺得我已經夠了 那我是不是應該把成長拿掉呢 因為我帶了成長我到後期 我會幫我自己卡死我自己啦 所以 我還是選擇 我都已經11組12月了 我還要帶成長嗎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節藥不炫 你知道嗎 我就是不想 好啦 那我們就吃別來 你知道嗎 好啦 我們現在到第二回合 我們第2回合的王 我們combo數是來到12 打王的話還是OK啦 難道我這邊配上的是天狗天堂啦 但還是要說啦 如果今天我有7月的話 或是6月的話 其實配上天狗天堂 我覺得倒還好 只不過在初期 我覺得天狗天堂算是蠻香的 只要我的暴擊位 有一顆組合在的話 打王 打小兵 打小王 我覺得都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效果啦 只不過我現在蠻衰的 就是我的暴擊位 沒有任何的組合就對了 那其實我這張圖 現在是完完全全的垃圾 這個時候可能還不如海盜圖 來的好用你知道嗎 反正不如多給錢 我的錢我就可以多合幾次 我的combo數就有可能更高 好啦我個人也蠻期待 combo的特性的啦 我覺得會不會是有機率連加兩層呢 不過這個遊戲 他的攻擊骰都會給你附加一個 副作用啦 所以應該不會有這麼的單純 可能連加兩層 但是攻擊力疊加變慢 其實還好啊 對啊感覺 好啦不是很懂 他的副作用會是什麼就對了 因為你要說他速度變慢 速度變慢應該有可能 但那真的很慘耶 我的攻擊力變強速度變慢 那我的月亮是不是就又更重要了呢 好啦因為對面的鷹牙已經搞好了 而且還是用鷹焦黃啦 基本上啦 他大概只要看到我的暴擊位 有高星的組合 應該也會給他轉掉就對了 所以我這次的場地呢 應該是完完全全沒有用的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到第三回合 我們的傷害呢 還可以啦 只不過 對很像是真的要用成長 因為我們的星數成長的太慢了 我到現在才只有三星月亮而已 除非我運氣好 這邊還有一個五星的適應 如果他今天是五星月亮的話 或許可以給他撐上去沒有錯啦 那 確實啦 帶個成長前期會非常非常的穩 好啦沒有前期何來後期呢 先撐住前期我們再來討論後期嘛對不對 好啦現在來到第四回合了 我們這邊打一下是來到三千多啦 那我這邊暴擊有打到六萬六千多 那五萬多的話應該是沒有吃到月亮呢 因為月亮還會加上咱們的攻擊嘛 我們現在三星點亮的話就是加了30% 最五萬的話就是加了一萬 還是蠻噁心的啦 而且暴擊率也有往上增加 所以他不單單只是增加30%而已 暴率的部分也要給他算上去 但是可以看到啦 怪物還是慢慢的在往前走啊 你知道嗎 所以還是要組合啦 不然的話 會不會未來有一張地圖 他就是 不是組合啦 狙擊了 我在那個位置 我就可以有狙擊散彈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效果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跟 月亮 就跟天空天堂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我在那個位置 我就可以多打幾發 而且那個幾發可能根據自己的星數去改 我今天七星我在那邊就打七發 我今天一星的就多打一發 欸這樣其實還不錯耶 有沒有這種地圖啊 如果這種地圖的話 或許主月又可以起來了 因為畢竟我只是輕少兵有點難而已嘛對不對 那我主月的話 打王的話一定是噁心到爆炸 我的傷害其實是夠的 而且主月最噁心的事情是 他其實沒有很怕王的技能啦 不怕獅王 不怕越轉王 甚至 欸沒有 哀王會怕 對他只怕哀王 如果今天哀王哀到最大星的 我又沒有辦法合掉的話 那會非常危險以外 其他的王都不怕 舊年史萊姆 我覺得可能都還好 只要傷害夠的情況下都可以 那我個人也蠻期待有這種地圖出現 我覺得早晚會出現啦 因為我覺得他的地圖跟他的能力是會有相符的 對除了他骰子個別能力會跟其他骰子完全獨立以外 他的地圖能力呢 很有可能都會跟其他某些骰子有重複 像已經有加速了有加暴擊了 那未來有擴散 甚至 對 目前字 還沒有到擴散 還沒有到擴散 好啦現在到第五回合而已 我現在有28COMBO 已經完完全全不夠了 真的是太慘了 但是啦 現在這個狀況其實也蠻明顯的 如果我今天是主月的話 我可能 連對方用死亡我都打不贏 因為可以看到 他現在剛剛只是陰陽把所有怪物擊殺而已 如果今天是死亡呢 我除了把怪物擊殺以外呢 還會產生另外一隻怪物 而且我打又沒有錢 那是不是會更壓迫 所以其實組合 不僅怕地獄 又怕流程 其實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也怕怪物一直壓制 那其實組合就回到最早期的樣子嘛對不對 只不過這件早期的事情是 到我11等12等才出現的狀況 因為在早期呢 根本就不能玩嘛對不對 再更早 你今天10等組合 9等8等7等 這是完完全全不能上戰場的你知道嗎 我現在11等組合可以上戰場了 但是面臨到以前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組合現在在PEP裡面 應該是代加強的骰子啦 OK好啦我個人是蠻期待下一次更新啦 而且今天也還沒有更新你知道嗎 我覺得明天應該會更新了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